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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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时候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也需要在网上找一个人能说说话呀 然后能排解排解呀 那是多少年啊 那是两年吧 那你们俩是谁先开始表情答意的呢 实际上当时就是心里就是有一种很朴素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都这么都这么痛苦过来的 然后他才三三十来次就这样 没没没没了丈夫 还有拉扯这个孩子 所以我就是感觉到很同情 我就跟他讲这没有什么 我说你再瞒你也比我强 你也跟他说了你的遭遇了 对呀 在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 你当时内心是什么感想 挺同情他的 也很同情他 你们互相同情 他总鼓励我 因为我那时候心态不怎么好 然后还总是说一些很上气的 很悲观的话 但他就始终是特别阳光 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快乐 特别开心 可能渐渐的可能就有感觉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 这一年了吧 你去见到他 对呀 我的那个跟我父母亲商量了 然后就是在网上认识他了 就这种情况 我父母当时也没有拒绝 但是也没有说同意 他就希望我去看见见 你是从哪到东北 就江游 四川江游 那还挺远的 对呀 我们来听一段 他这个岳父的采访录音 我呢 孩子比较开头 对自己的这个知识 这回事 肯定都还是有一些考虑 但是说实在的 从我当时的样子 就是没考虑的时候 找到这个小谭这种情况 在那之前的话 我还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种疾病 但我女儿跟我说了以后 我的第一反应 还不是像一般的家长那样 就是保险我 集体犯罪 我对我的女儿 我比较了解 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想接她 她要做这种选择的话 肯定就有她的道理 我就是感到有点意外 我就跟这个小谭 我就通过电话 电话呢 他们要谈了一个多小时吧 通过这个电话以后 我就明白了 我女儿为什么会选择她 这个知识 已经是很多东西的吧 跟我们这个家庭 家风都是告诉我 他们的结合啊 一开始是为很多人说不理解的 但是我挺常的 但是我挺常的 但是我挺常的